嗨 大家好 我是杨秀卿 欢迎收看九四要客宿 我们今天这个地方你一定在镜头前面完全没看过 因为这是应该是史上第一次行政院发言人的办公室独家大公开 然后我们今天当然主人就在我们旁边 欢迎一下布拉斯 金金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发言人好 其实啊这个办公室真的很特别哦 我们一进来啊 其实门就在这里啦 然后呢一进来就看到超多画的 这个是什么啊 其实这个是在印度的一个原住民族的部落 一些女孩子 小女孩他们画的 其实这个他们的做工非常的细 这个部落是一个很贫穷的部落 那印度我们知道其实有阶级的制度 所以在当地尤其是这个平民阶级的女性 会受到相对不平等的待遇 经济上也相对困难 所以这些女生就自己画哦 所以这是在卖的吗 他们其实不知道要卖 可是看到了有一些人 就会想要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外界 因此他们也间接有了一点点的收入 那我非常喜欢它是因为这代表女人的力量 真的 所以每个东西都有意义 然后我看到这边有好多英文的报纸 还是比较特别的是 比较特别的是这一个 曼德拉大家都知道在南非 他是一个遭受到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者 他也是一个政治犯 所以他极力的想要打破种族隔离的政策 所以这是在他出狱的那一天 世界各国的媒体都报导 1990年2月12号 所以其实看着他举着他的手 这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跟形象 其实也还蛮鼓励我的 所以你看到他就会想到 我做这个工作有自己的意义在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对我们经常的提醒 非常重要的提醒 那这个是什么 我刚刚一直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Elijah她是在加拿大 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省的一个Cree族 非常重要的意见领袖 也是Cree族在加拿大第一个原住民族的政治人物 所以不过他几年前过世了 可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所以加拿大的这个媒体界 在第一次拍Elijah 她的名字叫Elijah 拍Elijah的电影的时候 这是她的海报 那其实已经有一个褪色的签名 其实原子笔的颜色都已经褪了 其实Elijah就 本人签的 本人签的 因为其实她对我很好 那我们我当记者的时候就跟你一样 当记者以后以前也经常采访她 所以我们都变成好朋友 永远纪念她 所以这边就是都跟比较原住民族有关系 也跟媒体有关啊 真的 那这个呢 人权法案 对这个也是南非在这个破除 种族隔离政策之后 那新奇草的一部宪法非常的重要 哦 这个其实这个办公室啊 其实我在大概半年之前有来过 那个时候还是徐国勇发言人在的时候 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白色啊 你可以在镜头看一下 那时候其实这边没有那三台电视机 然后呢 这电视机前面是一张大沙发 然后上面就是泡茶 你知道 茶桌啊 就是泡茶桌 然后她会叫 记得跟大家坐在这边聊天 但现在啊 整个焕然一行 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装电视的目的是什么 监看 当然啊 就是我们要看不同的媒体 在今天及时的反映 像电视台都很专业 都及时报导 各式各样 全国各地的新闻 所以我们当然要及时的掌握 哦 所以之前都没有 那还有白了什么 你有改了什么东西吗 其实我就是把沙发拿掉啦 因为这个 我自己没有泡茶的习惯 所以我把它改成一个会议桌 那会议桌 其实我们就经常跟同仁啊 甚至跟媒体朋友 大家来访的时候 就可以坐在这边讨论 那一样可以喝一下咖啡或是茶 那不过我觉得 这样子工作起来更方便 还蛮美丽 就是你知道 男生办公室跟女生办公室 真的完全不一样 然后其实啊 我要帮网友问一下 我再补充一下 这真的是哪里 所以如果网友有任何问题 你就可以在上面留言 如果有问题 要问我们行政院发言人 这是难得的机会 好 然后我要帮女生网友问一件事 就很多女性政治人物 就当然除了专业之外 像比如说总统 她至少穿什么衣服 就每次国宴国庆穿什么衣服 都会被点评 就是你知道 媒体都会找个造型是在点评 所以大家就会把这个焦点 放在女性政治人物的 另一个观点上面 那你自己的穿衣风格是什么 我看今天没有冤民风 今天是时尚纽约风 对 其实我的穿衣的风格很简单 我觉得我是简单型的 而且我的颜色都非常的简单 黑白灰 就是黑色白色 不是黑色就是白色 真的 不是黑色就是白色 点多有灰色 可是这跟原住民的不一样 因为原住民很colorful 很colorful 不过我觉得因为每天工作真的很忙 你每天要想今天要穿红色还是绿色 还是黄色 其实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觉得最不需要花时间的就是 黑色白色点多灰色 这样就很好搭配 很好选择 黑白灰我觉得是永远的这个 经典色 经典色 再怎么搭都不会太有离谱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省时间 然后也很方便 那可是 因为我看到很多女性政治人物 像很多立委 对 我现在比如说邱易银之类的 因为在我脸书上会跳出来 因为她有在那个网购上的那个购物网上按赞 她就会跳出来 所以表示他们应该平常很难逛街 因为太显眼了 对 所以他们我看起来应该不是网购 或者是出国的时候 再趁机shopping一下 比较自在 那你呢 比如说你当立委 或者是你当了发行人之后 应该很难再shopping了吧 没有真的很难 因为真的没有时间 对啊 除非真的喔 所以其实我很多衣服都是很老的衣服 因为她形象很简单 所以大部分人都看不出她老 那真的说要逛街真的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时间了 而且其实坦白讲我并不是喜欢逛街的人 那你怎么买衣服现在 如果一定要买 例如说我真的很需要一件白色的衬衫 那我就直接到某一个mall里面 就职工那个专柜 拿了就走 或哪一个品牌 对我就穿了size合了我就走了 也不会再多停留了 原来是这样 因为每个女生的这个 你知道女王友都很想知道 比如说蔡总统她以前就讲过 她的衣服啊 其实都是她姐姐帮她挑的 所以我觉得 网友都很关心这件事情 像我自己是女生也是 但讲到从政经历这件事 其实 古辣子非常年轻 诶 我再证明一下好了 因为大家 像我爸我今天要来问古辣子 我爸就问说 啊这名字是要怎么念啊 所以你在教大家一次 虽然你教过很多次 你在最正确的发音到底是什么 对最正确的发音就是 古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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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音要放 就是要停顿一下 古辣子 其实这个跟我们在那个 国中的时候学英文 那KK音标不太一样 KK音标的话 K会发成 对 对 那其实在罗马拼音里面 是发成 的音 所以是古辣子 那后面那个呢 所以T 很多人在KK音标 会发成的音 在罗马拼音 发成D 的音 所以是Yutaka 而不是Yotaka 所以正确的念码是Yutaka 所以有点像日文 对不对 它其实是一个日本字 其实是一个日本字 但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在我的父母亲 或祖父母辈 那个时候啊 最主要是受的是日本教育 那个时候日本还统治台湾的时候 对 那所以当时的人 的确有很多人的人名 就取了那个日本的谐音 形成了后来的阿美语 所以后来的阿美语 有一些很多这个日本的这个外来语 那我的名字也是其中一个 古辣斯 古辣斯 对不对 好像以后大家都会念了 不要再念古辣斯之类的 对 古辣斯 你念的很标准 你静静念的很标准 古辣斯 等一下我语言能力有 很赞 但是其实啊 古辣斯非常年轻 他才44岁而已 对不对 然后他从政经历只有 现在算起来大概4年 现在应该算是第三个老板 对不对 因为当立委民众是老板 那第一个老板 大家都以为是郑文燦市长 因为他之前在桃园的原民局 对不对 但其实不是 因为第一个老板好像是姚文志 但是大家比较不知道 其实 呃 姚文志委员 就是他 我 最早期在2005年的时候 大家 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其实 2005年之前 这个世界上 都没有一家电视台 叫做台湾的原住民局电视台 原民台 所以其实2005年 那个时候正在筹备 0405年 那么姚文志委员 那个时候呢 是当时的 这个筹备处的这个执行长 OK 所以那个时候 当然你在筹备啊 那一定要有人员进来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要面试 所以那个时候是姚文志面试我 进来到新闻部工作 所以他不算我在政治路上的第一个主管 其实政治路上的第一个主管是姚文志 不过的确在当时我就认识 政治路上是郑文燦 媒体路上是姚文志 其实是姚文志的确在我人生中也有这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比如说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现在你撇除发言人身份撇除撇除 就是因为他之前有发生一点串的疯伏 他现在选的外界都觉得很辛苦 但现在也慢慢上轨道 那如果是你以一个认识他这么久的朋友的角色 你要给他什么建议 其实我看到姚文志最近这段时间的奋斗 我必须说他我非常的感动 而且其实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坚持自己影响的人 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对台北市的想法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不断的鼓励他支持他 而且一定会永远当他的后盾 所以这段时间你有打电话跟他聊聊天 其实我们经常会见面啊 在不同的场合经常会见面 他本来好像要找你当发言人是不是 就是在你还没来行政院之前 对他很抱歉的确是如此 所以其实我们也经常见面跟讨论我们的选举 或是相关的策略 不过后来我就到了这边 行政院当发言人就必须跟他说拜拜了 那他有没有落泪 因为他有了你相信战力一定增强 他很坚强 而且他一直在朝他自己的理念继续的往前走 那我永远祝福他 好 然后讲到第二个老板文灿市长好了 那这个就要转一个话题 因为大家就是跟过文灿市长的人都知道 他其实酒量非常好 所以在他生命的幕僚呢 只要跟他一起出去跑汤或应酬 其实都要你知道都要喝一下 那我记得你说过你是最不会喝的原住民 那你怎么在这么会喝的老板 比如说你跑汤当中一定有人会去就是 喝一下你都不给面子要喝一下啦 那你怎么当酒 其实这个文化慢慢改了啦 那再加上这个我们是女性 而且其实坦白讲跑行程的时候 或者是说跑汤的时候 现在也不见得一定要喝酒了啦 大家其实也都了解 有很多人会体谅说市长啊 其实也很累 对 那么市长的魅力不在于他会喝 当然 江振的魅力在于他很亲民 喝酒其实不是重点 是你如何跟人民跟土地亲近 让这些基层的里长啊都很喜欢他 对 这个是他魅力之所在 而且重点是他记忆力非常的好 是 他可以远远的就叫出三年不见的里长 真的 他都没看到我其实没看到他 他还是叫出来 对 那为什么你说你是最不会喝的原住民 呃 我觉得这个是刻板印象啦 所以大家应该要转移焦点 那看看这个不一样的人 然后处理我们面对不一样的人的时候 那不要用刻板印象来看 对 我们看这个节目还是有知识性 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会不会喝酒这件事啊 是一个基因的问题 因为我就跟古拉希一样 就是喝一口脸就会红了 然后虽然你在我们媒体一眼的时候出去 大家也会以为你很会喝 但这就是错了 真的是基因的问题 好 那现在呢 其实我刚讲到这个办公室以前是徐国勇 他现在是内政部长 但是呢 我觉得你可能有一个徐国勇门槛要跨越 因为他当初是被称作是最有政治性的发言人 然后他还得了一个发言人奖 那你自己觉得呢 你自己觉得你比他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嗯 其实在上任的第一天很多媒体都问我 那我就告诉大家了 其实我来当行政发言人 我的目标根本不在于超越徐国勇 哦 因为那不是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 我们要其实做好一个政府政策的说明者 如何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跟人民来说明政府目前施政的走向啊 或是相关的政策 所以重点也不在于超越任何的人 而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风格啊 像勇哥他有自己的风格 很戏剧化也很可爱的风格 真的 那我大概来这个当发言人的后 我大概也有我自己习惯跟媒体 或者是跟人民沟通的模式 所以光是看性别我们也很不一样啊 真的 两个人就是不一样的 我不敢说 赏心悦目 我不敢说 我没有说习惯不赏心悦目 就风格真的不一样 对 因为其实像比如说提醒网友 大家可能不知道 徐国勇的风格就是因为他以前是律师 他还当过主持人跟你其实有点像 然后他就是不假思索 就可以反应超级快的 就回答出你想要的问题 然后他对以前的政策也牢络之涨 对 那这一部分呢 你觉得这是怎么学习的 所以 其实 其实原本我对于政策就不是那么陌生 大家可能因为这个过去跟勇哥比起来 可能我的知名度相对没有那么高 所以大家可能会对我陌生 以为我这个也不懂 那个也不懂 可能有人会有这种疑虑 其实都懂 但是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其实做过行政机关的首长 对 那也做过立委 对 那对于各部位的业务也没那么陌生 不过人没有完美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来这边 还是要加强做功课 所以我每天都五点多就起床 真的假的 我都很早就来了 五点多就进办公室了 五六点的时候就来了 那你都几点走 就要看 随时掌握 对对对 其实就是到工作做完为止 真的 重点就是要非常了解 今天的会议 会议的内容 政策的内容 那任何一个数字 我们都不能说错 都要背起来 所以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天下没有班 师傅的餐 一定要很努力的做功课 有 但你其实还是很好 好厉害 那这个还OK 天生的 但其实啊 我们就是跑新闻 因为你以前也有跑过新闻 就接触过其实很多种 不同类型的发言人 然后我以媒体的角度好了 但这不代表本台立场 经验谈 就比如说我们最怕遇到的发言人 是可能他很制式的回应 有人说那是官僚式的回应 比如说假设三大 我们最不喜欢的回应好了 就是你问什么 他就说我们在演艺 然后你再问什么 他就说这个我们会参考 然后再问什么 他就说这个我们无可奉告 就类似这样的回答 然后还有一种是跳真行的 就他可能没有准备好 就是你 不管你问什么问题 我发现你的铁龙子好多 没有给跳真行的回答 知识的回答 你都懂我在讲什么 就是你问什么 他就说这个我们在演艺 你再问一个另外 他说这个我们会在演艺 你再问一个不同的问题 他说这个我们也会在演艺 就是类似这样的 那比如说对你而言 你觉得最难回答的是什么 就是听起来你不会是这样的回答 但是这应该是发言人最难的 你要面对记者很多突然的提问 对不对 那我觉得如何因应突然的提问 当然第一个前提就是 你对业务是了解的 好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你的问题是说 如果遇到真的很难答的问题 怎么办 不会有跳真 那我就说因为我自己当过记者 所以我会 我自己觉得我相对了解 你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议题 所以尽可能的把我们可以提供的最精确 最快速的资讯提供给你们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个问题相应的就是一个答案 大家都希望自己写出来的新闻 一定都是这个有评有据 而且有料 所以我会尽量配合 好那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在讲 发言人的媒高真的蛮多的 像之前啊 大家应该也有印象 比如说像总统府发言人 就被一个媒体 资深的媒体人说 哎你都不接我电话 然后他就在脸书上面说 发言人都不接记者电话 但当然这个电视有点被放大了啦 那有没有你最怕遇到的 比如说记者问哪一类的问题 你最怕 就目前遇到你觉得最难的问题 目前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我几乎都是有问必答 可以答的我们几乎都第一次 而且不管是早上六点电话 晚上十点半或十一点电话 这个同业都知道我大概都有接电话 哇塞 所以目前就是没有遇到困难 目前还没有 但是因为现在假新闻很多 我觉得假新闻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 比如说现在网路上太多东西了 然后真真假假混在一起 那当然有人会来跟你求诊嘛 这会不会是一个现在发言人面临最大的挑战 因为以前的发言人可能没有这么多假新闻 我觉得假新闻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 因为我始终认为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什么叫民主 讲白话就叫人民做主 人民决定 有自由 可是人民要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决定 那就是真实的精确的讯息 真正的新闻 透明阳光的资讯 那人民都了解之后 他当然就可以决定 我可以决定我要不要投给这个党 要不要投给那个党 我可以决定我要支持他还是讨厌他 可是如果人民做决定的基础是假的 他所知道的讯息都是错误的 他有没有可能替自己 跟替这个国家做出错误的决定 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的确政府现在 其实都在跟时间赛跑 所谓的跟时间赛跑是说 政府提出一个政策 几乎在30分钟之内 就会看到完全扭曲错误 拼贴假资讯的一个假的新闻就出现 而且很快的就在社群网站上到处散步 那政府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 不是我们不会说 不是我们政策真的那么烂 而是如何用很短的时间去因应假新闻的发生 对 所以我们的确是也很希望说 网友们 观众朋友们 看到任何 连你自己都觉得不可置信 太烂了 太扯了的那种新闻 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求诊 那你现在花很多时间在处理这件事上 因为他们太多了 真的你随便点进去 其实连我都有点分不清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这个是 其实国家有很多重大的事件要忙 坦白讲我们每天的会议都非常的多 我们一方面要处理这个国家政策 然后二方面也要处理假新闻 那他的确是现在 以我来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 那以前的发言人都不需要 因为以前没有人要处理假新闻 没有人会想到 竟然要用假新闻来操作舆论 来操作这个仇恨 那我们是觉得说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现在政院发言人大概有一半的精力都应付在假新闻上面了 还不到一半 可是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立刻来考试 不要讲考试 因为最近 现在正在发生中一个最新的事件是 因为蔡总统他现在出访 过进洛杉矶的时候 他们一行人还有立委团媒体团 就进了一家85度C喝咖啡 结果呢就在刚刚几分钟之前 在85度C就发了一个简体字的声明 就说他们不是台独支持九二共四 就是不晓得是被逼的或者是被打压的 还是强迫的发这个声明 那现在行政院有没有最新的回应 其实行政院的回应 一直都一样面对这样的状况 首先我们非常的同情Basodusi 必须在中国做出这样的声明 第二我们强烈的谴责任何特定的国家 使用他自己自以为的意识形态 来打压自由市场还有国际企业 那这个在前面包括发生了 要求各国的航空公司 改称呼台北或台湾的方式 这是如出一策 强烈的谴责 好 这就是我们行政院最新回应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网友就开始抵制 那现在这个事情真的也是程度不穷 然后我再帮网友问一个问题好了 正院发言人每天 你刚说你五点多就起床了嘛 通常你的作息大概是这样 五点就来了 然后就开会嘛 作息来我自己会先做功课 我会先看早报 各个大报的早报 中文的英文的 然后网路报 那之后会先跟我们发言人士的所有的 幕僚同仁开会 开完会之后呢 也跟大家说 院长也很关心渔情 所以每天早上呢 我们大概八点都会跟院长来报告 八点就报告 对 八点就报告 那重要的渔情的会议 那个渔情的掌握 大概都在这个会议里面 我们幕僚会跟院长一起开会 之后就是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会议 那也跟大家说 现在非常多的会议 几乎都跟经济政策有关 所以在行政院内部有很多的幕僚会议 院长真的很辛苦 一个会一个会一个会的开 就是为了要解决台湾的经济问题 都在拼经济 所以主要现在就是 以经济发展为主力就对了 其他的议题也非常重要 但是经济的问题 我们觉得是台湾做一个国家 很强大的基础 就首要 那我最后再问 比如说像你之前 比如说经历了媒体 然后立委嘛 然后现在是发言人 其实角色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比如说媒体或者是立委 他们就是比较属于监督的角色 对 那现在变成了在体制内的人 那比如说有什么是 你以前非常想做的 但是不能做 现在进入体制之后 你觉得你最想改变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我曾经在这个政府机关里面服务过 就是当我还是桃园市原住民族行政局局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郑文燦市长的带领之下 推动了非常多跟原住民族相关的政策 所以这个的确当我们在机关里面 拥有在行政的系统里面 拥有行政的权利 其实可以做很多 那现在当然我的角色不太一样 我并不是特定的某一个部会的首长 或处理任何一个特定的业务 我基本上做的是发言人的工作 所以发言人其实就是转述各机关或行政院 对各政策的立场 那当然我始终不断的说 发言人其实也是一个桥梁 他不只是从这个左边把讯息传到右边 他也算是这位官的一个环节 也把右边的意见要传递给左边 例如媒体关切的议题 媒体关切的议题一定就是人民关切的议题 或我们自己经常会接到人民的回应 像这一类的议题 我们也会pass给相关的部会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发言人其实他是一个桥梁 互通讯息有误 让人民跟政府更接近的角色 好今天感谢吴辣石姐姐 谢谢 跟网友说拜拜 拜拜 OK的啦 怎么了 哦没讲后面是不是 诶你们在那边记忆是不是 怎么回事 没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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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非常典型阿美族现代的 阿美族传统服的色彩 那再来就是它是非常神采飞扬的 你知道在祭典里面 在部落的活动里面 女性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女性是家里面的精神的支柱 女性也是财产的继承者 女性也是家里面的灵魂人物 所以其实女性的力量 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也很喜欢把这两幅画 我们自己阿美族的画家 画的阿美族的女性 挂在我的办公室 那我自己也会经常鼓励我自己 原来是这样 我看到我可以在你猜想 就是我看到它那个厨子里面 也有一个就是跟那个画里面一模一样的 那个叫什么头饰吗 这个是我们的花帽 这个是花帽 它专有名字叫花帽 对这个是花 就是跟那个一样对不对 是不是跟它一样 其实这个就是 没错啊 因为其实像现在是这个 我们说封年的季节 阿美族也叫以铃姓 以铃姓就是祭典 所以我们参加祭典的时候 都要全副武装的 对 你要不要戴戴戴看 它是平常你以前戴的吗 我现在没有办法戴 它是你以前戴的 还是它就是 我现在都戴啊 例如说我八月底 我要回去部落参加祭典 我一定要戴啊 那它有身份上的区隔吗 这一个 人才能戴怎么样的头 应该只有年龄别 只有年龄的差别 那这边其实 不好意思 这边其实也有这个项链 这个都是祭典的时候要戴的 包括情人戴跟项链 所以因为我经常会遇到 可能有一些 这是什么戴 情人戴 这个叫情人戴 情人戴 为什么 情人戴是以前呢 就是阿美族 我们说母系的社会 对不对 所以以前这个男女交往的时候 都是女生挑男朋友 挑男生 所以通常少女都会请她的母亲 制作一个情人戴 然后在这个情人之夜的时候呢 当头目允许你 跟某一个男生交往的时候 你喜欢她的时候 就要帮她挂上 那女生就要帮男生挂上 右上左下 女生帮男生挂上 对这个时候呢 就展现出爱情的意思 我被你定下来了 我被你定下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里面 女生也可以放一些 以前 放一些这个小工具啊 小刀啊 男生上身要用的东西 或是檳榔啊 都可以放在这个袋子里 那现在当然 在祭典的时候 我们都会背她 因为很重要 这是阿美族的象征 现在当然 这个婚礼 或重大的祭典 落成 你去到花莲台东 都会看到阿美族人 背这样的袋子 但祭典的时候是女生背 都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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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年她还没有爱人的话 有背就等于有爱人 传统上的意义 其实是这样 那可是现在就美茶 现在她已经变成 大家的就是一个象征 大家如果看到原住民 只要是背这样的袋子的原住民 它一定是阿美族 哦 所以这是手工的吗 还是 这是手工啊 妈妈都会做这个给小朋友 你看这个都看得出来 都是用缝的啊 真的耶 对 那像这个 阿美族的袋子都有这个 这代表太阳 因为我们是太阳的 太阳的这个 子民 对 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就是这个球球 其实都不一样的图腾 我发现颜色是不是有一些 意义在吗 你看这个颜色 跟这里的颜色是一样的 黄色白的跟绿的 这有特别的意思 有其实就是很鲜艳的颜色 其实这个也就是 我们随手可得 在传统上 可以找到的这个植物 那现在你看到这个 这个是属于塑胶 是现代版的 那传统上 我们都用艺人 艺人 吃的那个绿豆艺人 艺人 艺人 它其实也可以染色 或是制作成 它干了之后 也可以做成这个项链 所以我另外有一条 是纯粹这个天然的艺人做的 听说 这真的是第一次 发现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那么神奇的 发言人的办公室 就是 对真的 这跟以往的办公室 真的完全不一样耶 我知道你 听说你歌喉还蛮好的 就是这真的要跟我老说代言 最后 难得听到办公室唱歌 一句就好 一句就好 可以唱阿美族的 阿美族你是在哪边 听到我的歌喉 好 我们现在 我们那个 我们其实都在祭典的时候 才会唱 对 因为就是 对啊 应该每个 是不是阿美族 就是应该是 原住民的 歌喉 我其实我的歌喉 在阿美族里面算不好的 真的 对是不好的 但应该也比我们好 五个杯 好一句哦 一句 好 好 现在是我们的 Happy New Year 是我们跨年的时候 真的 我们真正的年度的跨月 其实是 以阿美族来说 是在夏天 所以大家可以到现场 会听到 比我歌喉还好一百倍的人 在唱歌 所以大家顺便推销一下花朵的观光 风年季是最好的时候 对 很重要 然后也可以看到 我们发言人古拉斯在现场 对 好 谢谢大家 OK